根據IMF預測 把美國2021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大幅上調至7.0% 是1984年以來最高的成長預測 IMF也表示 在政府支出增加 使通膨在聯準會的長期目標之上 美國有可能會在2022年底 或2023年初升息 印度政府週四挑選了四家全球公司 進入規模10億美元的 資訊產業獎勵計畫 台灣已在印度布局的鴻海 和偽創入選 另外兩家是戴爾Flex 這項資訊產業獎勵計畫 旨在促進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等產品出口 豐田汽車今年第二季 在美國銷量達68萬8813輛 超過了通用汽車的68萬8236輛 這也讓豐田汽車 渴望成為今年第二季 美國最暢銷的汽車製造商 維珍銀河當地時間週四宣布 11號他們將進行另一次飛行測試 創辦人李查布蘭森親自搭乘 成功的話便會先於20號出發的貝佐斯 成為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富豪 新唐人家的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人家的電視整理報導 超過了 新唐人家的電視看 新售 建設